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宋燕铭 欢迎收看华视晚间新闻 要带您看到 林佳琪这个月13号就要上路了 许多人都想要出国玩了 但是原本观光局势公布 这出国团客必须要打满三剂疫苗 但昨天晚上政策却大转弯了 说因为接获旅行社的业者反应难以执行 跟指挥中心讨论之后 该成了删除三剂令 但是请旅行社来检视 旅客是否需要施打三剂的规定 另外如果出国染疫的话 必须要七天之后才能搭击返台 对此旅行社认为会造成 国人隐瞒确诊的状况 而对此外府部长薛任也坦言 确实很难查诊 台湾三剂令喊咖国外 我们带您看到 目前在泰国的部分 还有韩国 加拿大 澳洲跟法国 都是全面解封 不需要打疫苗 或是持PCR的证明 美国则是需要减负两剂疫苗证明 而国人最爱去的日本 则还是得要打满三剂疫苗 或是得要附上PCR的证明 这也影响到台湾要出国 该怎么选择国家的一大考量 但您关注要争取连任的 国民党籍章话县长王惠美 他昨天是到了陆港来参加 重阳进老餐会 但当他要下车的时候 身平常随护发现 有一名55岁的男子 最熏熏持着镰刀 站在会场入口 距离县长只有两公尺远 而随乎劝导无效进行压制 按照妨碍公务 跟恐吓为安罪嫌送办 根据我们了解 这名男子 他去参加社区活动 是有喝酒的 而回家之后 是把母亲留下来的镰刀 农用的顺便带回家 但是因为不满 靠近县长的坐车 被喝斥 才会恼羞成怒回到 立委高嘉瑜 前一天才痛批 遣到林秉书遭清派十分不满 还数度讲到哽咽 而警察打起精神 回到了基隆老家 替同党议员候选站台 还开口唱歌 想当然还是走音效果十足 而虽然对于判决结果很不满意 但高嘉瑜今天是不愿意多谈 不想要模糊活动的焦点 再过九天就是双十国庆了 今年的国庆光雕展演 六号到十号的晚间 将在总统府前登场 全场有十二分钟 呈现二十五部精选国片 八首台语经典的歌谣 以及九位艺术家代表画作 而每年国庆典礼亮点之一 三军乐仪队在今天下午 也在自由广场自主训练 俗称静默枪法的原地坚枪法 在前任国庆备受好评 今年不止再度登场 还更为精进 贫图东港镇内有条巷道 这道路被地主封路刨除 也导致十二户的知名出入非常不方便 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阿嬷 因此摔伤脑出血住进的家户病房 这让居民非常生气 向正公所来澄清 伯地主也说了 过去就曾经因为土地问题 跟住户协调 还告上了法院 最后判决胜诉 如今只是依照权力执行 而县府则表示 虽然这里是都市计划保留地 但是还没有征收之前 都属于私人土地 地主有使用的权利 要立拼选战 这周末假日 蓝绿的大咖都来帮候选战台 我们就先带您看到 在民进党的部分 这台北市长的候选陈时中 今天竞选总部成立 这也是他参选之后 首场大型的造势 民进党内四大天王 包含总统蔡英文 亲自出马当最强的西票机 前后任的副总统赖清德 陈建仁 以及行政员长苏贞昌 也都到场来助政 要凝聚支持者 而主办单位更喊出 现场超过一万名的支持者 而国民党的部分 当然也不能输人输政了 我们来看到 今天国民党出动了 多名的天王来复选 包含了前总统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蒋万安 以及国民党前党主席江启成等人 都来帮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来拉票助政 而且新北市长侯友宜 很难得跨去到台北市来辅选 现场大咖齐聚声势非常浩大 不过也因为侯友宜是压轴出场的 跟蒋万安前后错开 引发外界质疑 难道是侯友宜 比蒋万安这只母鸡还要强吗 对此侯友宜也表示 蒋万安非常优秀 双北本来就是共同选区了 要一起并肩作战建构大台北 台北市长的选举进入白日化 气宝风声也再度吹起 传出蓝白势力将要合作 北市要气黄珊珊停蒋万 来力推民众党的高鸿安 登上了新竹的宝座 而这主角黄珊珊 一早是到北头的关渡宫 跟台北市长柯文哲同台 破除气宝传言 而黄珊珊团队也临时取消了扫街情绳 改到内湖帮时代力量的议员候选人 陈志明来站台 结合第三势力要对抗蓝绿两大阵营 最新消息发生在7月14号南投 草屯康建生计四死枪起案 唯一幸存的康建负责赖敏南 9月底从台中荣总转院 院方证实那敏南是在上个星期转院 但并不清楚原因 也不愿意透露要转去哪一间医疗院所 至于犯下这起枪起案的凶贤李鸿渊 则是已经被遣方依照杀人队起诉 并且囚处死刑 有进步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的为您掌握 再来关心体育消息 美国职棒红雀队的42岁老将普赫斯 才刚刚成为大联盟史上 第四位敲出700支拳雷打的球员 但想不到就在球队 帮他举办庆祝仪式的同一天 他要在比赛当中敲出了第701轰 普神真的是宝刀未老 持续把全雷打的记录向上推进 但你看到令人非常感到遗憾的消息 在日本有永远斗魂之称的摔角之神 安东尼奥朱木在今天过世了 享受79岁 朱木本名是朱木宽智 在曾经摔角的巅峰时期 1979年曾经对抗了重量级的世界 拳王阿里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当时两强是战道平手 而在1989年他成立政党 也成为日本首位摔跤界出生的参议员 他在从政的时候 其实多次访问了北韩 古巴跟伊拉克 甚至还是日本非常少见 主张应该要亲近北韩的公众人物 但是他因为类淀粉沉积症病逝 这是一种遗传疾病 类淀粉蛋白累积会影响神经 也导致心脏肝硬化等疾病 而且他的晚年是饱受病痛的折磨 而我们过去可以看到 他因为招牌的厚到下巴 以及口头禅 是日本协星界当中 最爱被模仿的人物之一 招牌动作被认为是可以带来好运 更成为最强的都市传说 但你看到这位中植拉 对女神群群人气非常的高 这次他不是在棒球场 而是要担任这路跑的活动大使 而且要来挑战四公里的路跑 第一次要跑四公里的群群 孝叔受过一日专业训练之后 在今天是带着满满的自信来跑的 而被问到 这个跳舞姻缘跟跑步哪个比较累 群群也说了 当然还是跑步比较累 但你看到已经推出很多年的 辅然大学美女阅历 过去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延宕了 就在今年再度推出了新版的阅历 请来六名来自大船系的女孩参与拍摄 而当中一位Maya曾经到韩国留学过 也是知名艺人全志贤的学妹 五官非常的精致 还演出过豆花妹蔡黄儒的MV 另外在成员当中 还有长相非常神势张曼玉的Emily 她们各有各的特色 更是在现场大受了才艺表演 而这个阅历将会在10月31号开放预购 这所得扣除成本之后 将会捐赠给罕见疾病基金会 来做爱心供应 为了有效的值酒驾 台北市今天启动第四季的酒驾大执法 第一天的规划扩大酒侧勤务 设立了近百住的路检点 动员了400多名警力 针对荣誉酒驾路段 以及饮酒场所的附近加强拦击击查 毕竟双北市光是今年1到8月份 就取缔了上千件的酒驾 警方强力执法 就是担心这个酒驾的悲剧 会一再的重复上演 观伴晚安 我是宋雁明 欢迎收看华视晚间新闻 今天头条焦点要带您关注 在这个周末 蓝绿的天王都在帮候选人 平常我们就先来看到 民进党的部分 台北市长的候选陈时中 竞选总部成立 这是他参选之后 第一场的大型造势活动 民进党内四大天王 包含了总统蔡英文 亲自出马当最强的吸票机 前后院的副总统 赖清德 陈建仁 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是到场来助阵凝聚支持者 主办单位也喊出 现场是有超过一万名的支持者 而另外在国民党的部分 今天场子也很热 出动多名天王来复选 包含了前总统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跟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蒋万安 以及国民党的前党主席 江启成等人 都来帮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张思刚来助阵拉票 而且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难得跨去到台北市 跨区来浮选 现场大咖齐俊声势非常浩大 不过也因为侯友宜压轴出场 跟蒋万安前后错开了 引发了外界质疑 难道是侯友宜比蒋万安这只母鸡还要强吗 对此侯友宜表示 蒋万安非常优秀 双北本来就是共同选区了 要一起并肩作战建构大台北 我们进一步来看到台北市长的选战进入白热化 气宝的风声也再度吹起 传出蓝白市立交合作 台北市交气黄珊珊挺蒋万安 来力推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高鸿安 主角黄珊珊今天一早到北投关渡公 跟台北市长柯文哲同台 破除了气宝的传言 而黄珊珊团队也临时取消了扫街的行程 改到内湖 帮时代力量议员候选人陈志明站台 结合第三势力对抗蓝绿两大阵营 来看到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 张华县长王惠美 昨天晚间是到陆港参加重阳敬老的餐会 但是当他要下车的时候 身边随护发现 有一名55岁的男子 醉醺醺的持着镰刀站在会场的入口 距离县长只有两公尺远 而随护劝导无效进行压制 依照妨碍公务跟恐吓为安罪嫌宋败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名男子去参加社区活动是有喝酒的 而回家的时候 顺便把母亲留下农用镰刀带回家 因为不满靠近县长坐车被喝斥 才会恼羞成怒回到 平东东港镇有一个巷道 这道路被地主封路刨除了 也导致12名的住户出入非常不方便 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阿嬷 因此摔伤脑出血住进的家户病房 这让居民非常的气愤向镇公所陈勤 不过地主也说了 过去就曾经因为土地的问题 跟住户协调 最后还告上法院 但判决胜诉 如今只是依照权力执行 而县府则表示 虽然是都市计划保留地 但目前还没有征收 都是属于私人土地 地主有权力使用 林佳琪这个月13号就要上路了 许多人都想要出国玩 但原本观光局公布 这出国的团客必须要打满三剂疫苗 昨天晚上却政策大转弯 说因为接获旅游业者反应难以执行 跟指挥中心讨论之后 将改成删除三剂令 但请旅行社检视 旅客是否需要打三剂的规定 另外如果出国染疫的话 必须要7天之后才能搭机返台 对此旅行社认为会造成国人 隐瞒确诊的状况 对此卫福部长薛原同事也坦言 确实很难查证 台湾的三剂令喊咖在国外 但你看到目前在泰国 韩国 加拿大 澳洲跟法国 都是全面解封不需要打疫苗 或是持PCR证明 美国的部分则是需要 减负两剂疫苗证明 而国人最爱去的日本 则是还是得要打满三剂疫苗 或是附上PCR的证明 这影响到国人要出国 该怎么选择国家的一大因素 最后九天就是双十国庆了 今年的国庆光雕展演 六号到十号晚间会在总统府前登场 全场十二分钟呈现二十五部 精选国片 八首台湾经典的歌谣 以及九位艺术家的代表画作 而今年国庆点点亮点之一 三军乐仪队 今天下午也在自由广场自主训练 俗称静默枪法的原地兼枪法 在前年国庆备受好评 今年不只再度登场 还更为静静 林秉书事报立委高嘉瑜一案 昨天下午一审宣判 林秉书遭判两年十个月 其中伤害罪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 等于只要缴两年两个月七八万罚金 再服刑十四天 就可以回复自由之声 这让高嘉瑜听闻消息 直呼荒谬不堪 只不过目前在实物上 家暴的刑则普遍都轻判 专业律师也点出 因为家暴偏精神虐待 真的打到重伤的案例并不多 是否应该加重其行 还有很大的检视空间 而当事很高嘉瑜 今天打起精神 回到基隆老家帮 同党议员候选人来站台 虽然对判决结果很不满意 但高嘉瑜不愿多谈 不想要模糊活动的焦点 输往欧洲的北溪天岸线管线 被破坏了 我们待您看到 之前瑞典警方释出的照片 可以看到 这大量的甲烷不断的冒出 就像是海面上在沸腾一样 而到底是谁破坏的 其实德国的明镜周刊就说了 情报单位针对地震的指数来研判 认为天然气管线 是被炸药所破坏的 相当于威力 15百公斤的黄色炸药 而且这样高强度的爆炸 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主导 德国情报单位甚至也指出 这幕后黑手就是俄罗斯 同时也点名 因为海水会侵蚀特殊的土料 所以这个管线恐怕是永远都无法被修复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跟南部 四个州举办并驻俄罗斯联邦的公民投票 并且正式宣布并购 这四个州之后 有一些不愿意生活在俄罗斯统治之下 乌克兰民众打算撤离到乌克兰领土 想不到他们仍然难逃 俄军独守 俄军发射了炸弹攻击 扎波罗热一直撤离的民间 人道主义车队造成死伤超过百人 运离虎尾出现了一个四公尺高的女娃娃细偶 在公园当中非常的袭击 而这个细偶需要三个操伙师 才有办法让它动起来 欢迎来到华视生活气象 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 都是晴朗天气形态 但是在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 午后在西半部的山区 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阵雨 而在温度方面 在现在是秋老虎发威 在明天整体的天气都是蛮热的 我们待您看到在气象局的部分 也针对了嘉义市 发布连续36度高温的成灯 另外在双北南投县 云林县嘉义县跟台南市 以及盆东县跟台东地区 都是高温36度的黄灯 请规划周末出游 一定要做好防晒 继续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天气 芬搅